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神作 其中剧中的床到底指什么呢 有湖床 寝具 窗 井栏等种种解释 至今仍无公论 二十六岁的李白在扬州旅社 恍惚间竟把洒在床前的月光认作了秋霜 这可不能怪他眼神不好 因为月光正如霜一般 寒冷 洁白 更何况李白正心事满怀呢 原来他抬头看着月亮 想到千里之外的家人 看着的也是同一轮明月 就一直不住地想家了 谁说这不是月亮惹的祸呢 这首诗帅真 自然 却意韵顺畅 怪不得能成为中国人思乡的最强代表作呢